西方史学史 圣摩尔派本属于本都会的法国圣摩尔修道院所组成 其创始人是陆克达西里 他带领和影响了一批学者借助古文字学 古文书学年代学 博助学科 整理出版了大量中世纪年代的文献 汤普森表示 在17世纪该学派的著名成员有105位 在整个17-18世纪该学派的学术处于繁荣期 众多成员中著名的是马比昂和蒙福孔 让马比昂是达西里整理中世纪 魏勘文献集成时的得力助手 该书从1655至1657年共计出版13卷 在当时及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马比昂的研究较也广泛